与外交部长吴钊燮一同接受TVBS独家专访 川普实习的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的英文援助 近期被翻成中文译本一触即发 艾斯培再度提出美国的一种政策应该被淘汰 吴钊燮强调我国政府无法接受北京有条件的对话 更指出台湾近年力拼强化国防 而艾斯培也赞上我国延长兵役 而被问及近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曾提及若当选 将恢复四个月议起 吴钊燮特别感谢川普时代的官员对台展现支持 更说与拜登政府也保持密切沟通 面对对岸威胁台美走得近 友谊强化民主同盟 TVBS新闻许峰与张家宝 刘婷婷 H小组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